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深受人民群众喜爱 作品质量高的这样一些作品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五千年 这个文化场合没有断流 没有干涸过的文化场合 这是我们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中华文化其实就是一个海纳百川 不断融合发展的这样一个文化 去年前年我们做了一个项目 就是中国艺术歌曲 中国古典诗词语书画艺术歌曲的海外训练 那么开始是想做一个尝试 把我们的中国古典诗书画和中国艺术歌曲的演唱会 把它联动起来做我们这个书画作品是根据我们16首作品 然后这样来进行创作的 那么在国际上巡演的过程当中 得到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反响 你比如说像这个德国大雄出版社 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出版社 那么后来在看了我们这个音乐会以后 他主动提出来要给我们把这个中国古典诗 这个16首这个艺术歌曲出版 中文德文 然后国际音标用中文来标注中文的朗读 那么这对于推动中国古典诗词 推动中国艺术歌曲在海外的这个影响 也是有非常大的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际间的这种文化交流 对于文化互通 对于人才交流 对于学科建设 对于这个相互了解 都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 所以我想我们以后应该有更多这样的 好的文艺作品能够走出国外 能够跟我们同行同态竞技 对于文化互通